当播足球快讯 2021年8月6日 河北队激战国安 星期五晚上 中超友好戏上演 届时由河北队对阵北京国安 两队近放大同小异 大家都拿到二胜一和的不败战绩 双方状态难分高下 今次不妨看好两队握手言和 河北队目前斩获五胜三和二负战绩 暂积18分牌在苏州赛区第三名 上轮比赛 河北队迎来实力不错的上海海港 那场比赛 其主帅大胆使用身援里安纳杜努比斯 不过这个亦实属无奈之举 因为河北队的风扇实在无人可用 自从球队送走左马卡奥 导致其攻击线大受影响 以至于就算尹洪博或斯尼斯等人 都能够为球队输送火力 但风扇上也无人能够松荣接应 而里安纳杜努比斯 则顺势承担起这个攻城不债的重任 最后能同上海海港各取一分的结果 也是在在球队的接受范围内 河北队将新缓迹插迹用的效果立竿见影 不过因为河北队在赛季初遭遇经济危机 导致球队只能无奈被逼断避球生 期间出售了不少重要球员 二如金潘起名又因伤缺陣 整体上队内依旧缺冰小将 今次对手北京国安近况不错 河北队理应谨慎应战保和增胜 另一边双 北京国安近期轨迹 同上述的河北队颇为相似 球队近期凭住巴金布和于大保等人的出色表现 先是迫和上海海港 跟着连斩大连人 同武汉队连取7分的北京国安 一举反超上海新花城苏州赛区第4名 球队士气因而有些提升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北京国安的防守端仍有代加强 球队近4轮比赛中 有三战有失球 而赛季至今均长数 在那个赛区前5名的队伍中是最多的 而且目前他们身后仲 有上海新花虎视眈眈 所以接下来对阵本赛季 整体表现略胜一筹的河北队 北京国安仍不可以掉以轻心 在阵容方面 中场侯永永 同庄牙分为拉因双无缘披挂 以后金文载就未有归队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讯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 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 M直播提供轻超二格格格 MBA等赛赛足球篮球赛事的直播服务 立即效尽M直播 随时随地看好球